大家好 我是麦曉冬 又到了一年一度摘羊梅的好时间 每年这个时候了 我们江浙湖这边都有一句话 混得好不好 就看有没有人送你羊梅 因为现在这个羊梅真的是很贵很贵 我昨天查了一下 鱼要的羊梅价格已经到了 29块钱一斤 那我们自己就比较爽了 因为我们自己家种了十几棵羊梅树 然后朋友家也都有种那个羊梅树的 我们现在就去慈禧 然后明天去自己家的羊梅树上摘羊梅 看这个羊梅都还不错 我尝了一下 就像没有很熟的那种羊梅 都不爽 这种新鲜的羊梅 还真的是无奇不强 其实自己的羊梅 人家都说出不了浙江的 因为它路途一旦遥远 它就烂得会很多很多 我尝一看 也信他 他这个去年已经用过了 这个真的白羊梅 你看 你看他这么大 他这个这一招去年已经用过了 这边有一棵树的 全都白的 你去看看 一棵白羊梅树 脆 酸得很 我跟你说这种人 他刚刚骗我 他都是白羊梅 但是那一棵真的是不酸 然后他自己去尝了一下 很酸 反骗成功 他这个酸是酸 但是也不至于说不好吃 其实我喜欢吃酸一点的羊梅 你这个真的很奇葩的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看呀 是不是白羊梅 这个这么大 它这么大 是个病羊梅吧 这种有点像那种福建羊梅 或者贵州羊梅 他们个头大 我先放着 肯定很好吃 哎呦 实在太溜了 吃不消了 前辈 太溜了 还好不 今天36度外面 我今天擦了防晒箱出来的 但是应该也把冰锈带出来的 对 对比一下 左边前辈摘的 右边是人家摘的 人家摘的多好 你看看你摘的 这种我不敢摘 我怕它太熟了 怎么可能啊 这种才好吃 它不是软的就行 但是我喜欢吃酸一点的 你这放屁 不会挑就不会挑 在那里还喜欢吃酸一点的 你吃酥脂吧 给你弄个身上飞的猪楼啊 可以来这里吧 你走就好 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去除了它 刚才有工人 烧开 好 这可以好 你看 哪里好了 这么平衡的吗 你跟我一个套路 你只看稍微有点红的 人家看的是那种发黑的 看看大户人家是怎么买洋梅的 几十框几十框都买 摘了一框 准备回家了 今天真的是晒了黑两个度 肯定有的 忘记带那个冰锈 真是吃了大吃 回家 但是我要戳穿你 这个不是你在的 那个才是你摘的 这个明明就人家送你的 这个是你摘的 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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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